大流行居家隔离初期宠物收容所为一扫而空 紧接着职业宠物繁育机构的等待名单也大排长队 随着宠物市场空虚不均的状态持续加剧 宠物骗局也随之激增 很多受骗者支付了几百美元的预付金 去订购一只从未存在的狗狗 考虑到欺诈者不断更新的诈骗技术 美国商业改善局近日向民众发出警告 小心提防互联网宠物诈骗 根据商改局的诈骗追踪报告数据显示 北美收到了近4000份报告 仅在11月消费者就上报了337起互联网宠物欺诈 相较于2019年11月的77起 有大幅增加 且每起报告的平均财产损失高达750美元 由于并非每位受骗者都会主动上报 因此商改局预估 由互联网宠物欺诈造成的损失 可能超过300万美元 根据报告内容 不发者通常以新冠大流行为借口 告诉消费者必须先汇款才能看到宠物 并伪造出可信度极高 且由宠物品牌赞助商的网站进行宣传 交易时通常不愿意接受信用卡 而是要求对方通过Cash App Zelle进行转账 如果对方要求您发送礼品卡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诈骗信号 也有要求用户填写完整的信用卡信息 窃取信用卡号以及安全码 商改局提醒消费者 在支付任何费用前 要尽量亲自确认宠物是否真实存在 同时可以根据宠物的照片和描述 进行反向信息搜索 以确保图片未经盗用 如果售价远低于市场均价 那么您当加倍小心 中天中望 中立报道